一路人生 十八 死亡的后面 每天 这个世界 都有生生死死 真正触动我们的 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奶奶离世 让我开始 认真思考 和感应死亡 人们 每天劳碌奔波 对生活 有各种规划 可曾一天静下心 去思考死亡吗 连着想法 都会被人嘲笑 脑子有病 因为 死亡是个忌惠话题 人们认为 死就万事皆虚了 有什么可思考的 但是 死亡没这么简单 无论动物 有生命特征的时候 会把它定义为生 也即活着 而 而对死的定义 尤其是人类死亡的定义 认识上 有个渐进过程 我们曾经 我们曾经把停止呼吸 和心脏停止跳动 定义为死 随着医学 对生命认识的深入 现在 把脑死亡 定义为死 那么 死亡 到底是什么 生与死 都是能量存在的 一种状态 生死之间 是能量流转的 一个节点 对生命现象而言 生是死的一种偶然 死是生的一种必然 对能量现象而言 无所谓生死 只有流转不息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本质上是恐惧 我不在了 我没有了 在更高的生命意义上 我是否存在 是衡量生死的终极标准 真正的死亡 是一体自我意识的消亡 一体被消化 即便素体还在人世 其实 它已经死了 它的素体 是被其他能量驱动 而一体唤醒的人 素体受中正寝后 我的意识 依旧会存在下去 为便于理解这点 也为避免情义 死亡的后面 可以分为三类人的三种情况 一体沉睡的众生 一体沉睡的众生 宗教信仰者 一体唤醒者 一 一体沉睡的众生 可以说 在降生之初 我们都是一体沉睡的众生 我们都是一体沉睡的众生 在人生历程中 某些人信仰了宗教 某些人一体唤醒 由此产生了另两类人 宗教信仰者 和一体唤醒者 这里所谈的 一体沉睡的众生 是指 如宗教信仰 且不知义的众生 此类绝食所幼众生 在素体死亡的时候 多会进入 严俗量场 比如 我们中国人 信奉建言王爷 其一体 如拜夜逐风 无论转世 或能量流转 都是一体的 食指死亡 我 便真的不在了 二 宗教信仰者 宗教是其信仰者的世界观 我们尊重不同的世界观 在活着的时候 宗教信仰者一体 已经被宗教量场 同化 甚至消化 可以称为 死亡的一体 其素体 虽然活着 但执行着宗教意志 在素体死亡的时候 其一体能量 同化于宗教量场 无消亡 即十指死亡 至于宗教信仰者的一些神迹体验 仅存在于该宗教量场 像世界 并不意味着普遍真相 例如 宗教的 说见了神 唯物的 说见不到 他们 所处量场不同 绝食不同 都对 但 跨出其量场之外 便 什么也不是 三 一体唤醒者 对一体唤醒者而言 死亡的后面 并非万事结修 素体生命 是个体悟的过程 只是轮回波 一个片段 它不能将我们束缚 也结束不了 我们的追求 人这一辈子 三十年前谋生 三十年后 冥死 年轻时拼搏 是为素体人生努力 静下心时 唤醒一体 是为一体永生努力 这份努力 对每个人 才是更实际的价值 一体唤醒者 有自己的归宿 素体死亡 一体进入异界 一体 对异界能量的感知 同样带给我们物质感 真实感 与众生界无益 因生而须冥死 冥死而知牺牲 冥生死 是为善待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